而小朋友也可以制作一件 属于自己的衣服 为了让美感教育向下扎根 一对从法国留学回到台湾的姐妹 创办了时尚工作室 从发想 画草稿到剪裁 都让小朋友自己来 除了激发创意 也想让小孩打开视野 业者说美学 存在生活中的每分每秒 打开眼睛用心看 光是蓝就有很多种颜色 未来海洋是什么模样 小朋友画出来告诉你 蓝色鲸鱼 橘色海星 还有咖啡色的水母 小小设计师填马行空 创作衣服独一无二 创造一件自己的衣服 那这件衣服它会连接到 运用到主题思维里面的颜色 然后一些设计元素的截取 然后还有一些风格的创造 带着小朋友做出自己的衣服 第一件事就是发想创意 画草稿 那你今天设计的颜色是怎么搭配了你 就是绿色 灰色 咖啡色 或一些深绿色 眼睛也要大不然眼睛会比较胖 比较 那个不小心沾到 所以就要把它盖住 你用什么东西把它盖起来吗 亮片 那这是在画你自己吗 不是 就是海底的水母跟海胆在聊天 接着解构衣服 让衣服变得不简单 白色T恤瞬间就变身为露背洋装 就会收紧 对不对 那这样是不是就很像设计的这件 是一件露背的洋装 就讲是扩形的变化 所以是一件T恤的改造 但是它可以变成是一件露肩的 或露背的衣服 然后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这种 夏日度假的这种风情给呈证出来 黄慧君与妹妹黄慧敏 两姐妹在法国学设计 学语言 然人将儿童美感教育带回台湾 引导小孩探索自我风格 打造专属台湾的小孩时尚 换起说大家对生活美学的一个重视 那我们就从小开始 像是这一次的迎对是 主题是蔚蓝海岸 那可以想象的是 当然是有很多的蓝色啦 那蓝色也只有一种蓝吗 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的蓝色 以拓映为技法 用海绵针颜料上色 让衣服拥有大海般的蓝色 这里更深和这里更浅 然后呢 这里有应该更靠近沙子 和这里像有更深的地方 或是利用简单手缝 为衣服增填线条 缝上纱布或是鲸鱼的喷气孔水柱 或是亮眼珠珠 让衣服更闪闪发亮 对 鲸鱼它的颜色是白色跟蓝色 所以我就不知不剪出一个鲸鱼的样子 第二正式上课的时候 它就做了一件裙子 然后就坐在那个袜子偶上面 然后又变成成件穿在身上的衣服 所以这个历程其实让人家觉得会很有趣 小小时尚设计课程 从2015年举办时的三个人 到现在已经是有四十多个孩子的营队 创作衣服虽然多不胜数 但都仅此一件 团队还大力推荐绿时尚 鼓励家长可以在家用旧衣服陪小孩创作 我们可以把它解构 就是说可能是一件裤子我们把它剪掉 那它可能变成一件一个饰品 或是爸爸在大衬衫变成孩子的一件洋装 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让孩子理解到说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它就牵扯到是一个几何的概念 然后去解构再把它结构起来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趣 风格就是视野的呈现 透过美感教育的传达 小朋友穿上属于自己的设计 也替未来社会带来不一样的风貌景观 记者沈芳敏章世哲林汉婷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